传达客家人浩克精神的新竹县宝山香打中午文化季 2月24以及25号将在新丰功生活圈广场盛大举办 除了重头戏千人挑担十福还有神明绕镜之外 还结合客家山歌大赛以及龙年创意米食竞赛 街上都挂满了大红灯笼 吸引元宵 二 一 贵宾请点灯 来往前推 哇 手中拿着摇杆按下巨型按钮 蓝色巨龙扇着亮光 为宝山打中午文化季点亮光芒 2月24日 我们会在新丰功这一个打中午场域 来办理千人十福 还有这一个挑担的这一个重头戏 正式会登场 然后也有我们神明绕镜 来做这一个 做祈福的这一个仪式 我想我们2月25日早上会在宝山国中 办理这一个客家各样大赛以及米食制作大赛 全国保存最完整 有180年历史 一年一度打中午文化季 2月24号 25号将在新丰功生活圈广场一连两天举办 传达客家人浩克分享奉献精神 当天有神明绕镜祈福 重头戏千人挑担师福 还有闯关游戏等 今年更结合了客家山歌大赛 在农年创意米食禁赛和草地音乐会等 还能摸彩抽奖 在新丰功场域周边新城村调红色的动物 然后我们今年增加了在我们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双溪村跟双新村 那我们也制作了客家花库的灯笼 在我们的这一个双溪村跟双新村的街道来调划 同时也在这一个我们的乡公所 以及集会所的部分挂流星云灯 让整个宝山乡夜间能够亮起来 水尾沟河畔一字排出2024灯笼墙 乡公所在路边挂上红蓝乡间客家花布灯笼 交织天空 乡内国中小学树上也下起了流星灯雨 热闹迎接闹元宵